离婚后第六次见面 哎云 今天来找我干嘛 你这穿的是要干嘛呀 我跟自己没约来练瑜伽呀 哦 你平时还在练瑜伽呀 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都练了花几年了 云西啊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杭州最好的兄弟 在这个月28号举办婚礼 在杭州 然后呢 之前我们结婚 他们两个不是也来了吗 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离婚了 我都没敢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所以说这次 怎么办 想让我给她跟你一起去 嗯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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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假装一下做我老婆 好不好嘛 我都已经离婚了 不要再做她夫妻了好不好 你就陪我去嘛 那我当时找我家姐妹 给你一起去一下吧 这 这不太好吧 你还真以为我家姐妹 陪你一起去啊 那 你就 你就答应我去嘛 那你想怎么想怎么样你才答应我去 我都离婚了呀 你老是就啥夫妻呢 但离婚 会离婚呢 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还是在的呀 你这样吧 你这次答应我去 然后我满足你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这样总可以吧 云鲜 我算我求你了 可以 你这样吃吗 原来 你答应了 我看在你买过一个要求的份上 对 什么要求我都买了 挺爱的 谢谢你 云鲜 你真好 但是你要记住啊 嗯 不要老是东西试试了再懂得珍惜 行了你下个东西去吧 嗯好 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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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